有很多人都认为NBA的球员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其实并不然,NBA决大数得的球员都是上过大学的 虽然他们很多出自贫民窟 但是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因篮球而出名 拿到大学offer,篮球运动员也是有很多学霸的 今天我们就来盘定一下NBA的学霸 5.麦基麦基虽然是五大九中的常客 但是人家那时在球场中故意搞笑 麦基在现时可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 他毕业于内华达大学 这所大学在美国名列前茅 而且麦基在校时DPA的分数达到了4.5分 其中4分就相当于我们百分之里面的90分 可小而知麦基学习是有多优秀 人家就是学累了 来NBA打大球锻炼锻炼身体 4.邓肯石破邓肯 V是第一打前锋 他的球锋就像他的人一样 冷静稳定 默默无闻的作者自己认为 该做都可能做的一切 虽不露声色 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邓肯拿到的最高学历 是维克森林大学的心理学说是 要不然说不管是多么重大的比赛 面临多么大的压力 他都能成着运战 3.邓肯众所周知 邓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 他还是哈佛大学50年里 唯一一个进入NBA的 你说哈佛有学习啥的吗 2.奥尼尔百年才会遇到的中风 奥尼尔 别看长得五大三出的 人家可是智商高 情商高 学力高到电信三高 奥尼尔 在2000年就拿到了 路易斯安那大学的学诗学位后 又开始了一年多的补习 拿到了菲尼克斯大学的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之后又拿到了 人力资源博士学位 还有刚刚退役的邓肯 还拿到了 维克森林大学的 心理学硕士学位 就连专业篮球运动员都那么高的学历 咱们有资格不学习吗 1.布拉德利 这是布拉德利和林书豪合影的照片 布拉德利和其他NBA球星不一样 他没有出生在贫民窟 他的家庭很富有 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布拉德利曾经效力于尼克斯队 得过两次总冠军 入选过全明星 得过奥运会金牌 而且凭借着出色的成绩 曾被牛津大学邀请 退役之后 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政治家 商人 还竞争过总统 差一点就成功 虽然失败了 但是他告诉我们 篮球运动员也有可能当总统 球碟还可以吗 胡人欲交易报耳家 未来选秀权换来全明星后卫 展黄迎来得利帮手 门王小仔 交易数码 都一样 权词 营权